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,那么这个频道是分享关于预言、宇宙之谜、提升心灵、各种有趣、最新新闻的频道。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按下订阅按钮,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到通知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俄罗斯吞并领土克里米亚与俄罗斯本土的19公里长的克里米亚大桥遭遇炸弹袭击。 俄罗斯官方宣布这起爆炸事件是一场恐怖袭击,俄罗斯相信是为了报复在10月10日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多个城市发射导弹机,爆炸袭击,灾情频传,甚至连三桑位于乌克兰的总部也被导弹击中。 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大楼是三桑位于乌克兰的总部,从画面中能看到,三桑乌克兰总部被导弹击中后,立即冒出滚滚浓烟, 场面十分骇人。除此之外,从其他乌克兰民众在社交平台发出的照片,能看到街道随处可见有民众的车辆被炸成火球,最后只烧剩下车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 Vel封 tiers